报税截止日期快到了 今年刚好遇上了节假日 因此延到4月18号 还没有报税的观众朋友 速度要加快 如果真的来不及 不要忘了申请延长时间 各位都知道 每年报税我们的截止日期 第一次第一阶段是4月15号 当然今年有例外 因为4月15号每次碰到周末6日 它都会延期 延长到4月礼拜一的时期 但是因为刚好碰到 华盛顿DC特区那边有个节日 所以今年的报税 节止日期是4月18号 4月18号各位要记得 那很多人这个时刻 可能报税太紧张了 所以我奉献各位最后的时刻 把你的资料都早期 然后找会计师 做什么呢 做你的延期 延期就是延税表 但不能延前 税金要先预缴 那联邦政府用什么表格 叫4868 那当然有税金 就要跟着去记走 记得一定要 因为一般来讲 国税局通常要看到 你是12月15号 这样有纷争 比较好证明 那有很多人呢 刚好这个时刻 他不在美国 他在国外 如果4月18号这一天 在国外的人 他自动让你能够延到 6月15号 但是记得 他是延税表 而不延税金 所以要记得这个事情 当然对新移民来讲 你要记得 你有新移民 海外有账户的 你还是要报 那海外报表账户的话 以前是6月30号的 所谓的FBAR 现在呢 4月15号要报 提早到4月15 万一你来不及呢 我刚刚提到 你的延期税表到10月15 海外账户 FBAR跟8938 都到10月15号 所以你只要把 银行账户都 赶快去整理出来 将来拿给 快递施报 就可以了 那对很多人呢 他海外有收入的 有利息的这些人 要记得把他报进来 海外账户都要报 为什么 因为几乎所有国家 都跟美国国税签约了 这些银行 银行会自动把 美国绿卡公民的账户 报到美国国税局 一旦你报税 跟他们报进来 不符合的时候呢 你可能会 有所谓的Panity 甚至会有吃官司 那还有就是每年 要善用一万四千块 给小孩这种针鱼 记得可以给小孩子 一个人一年一万四 那海外的亲友 汇进来的钱 是没有限制 当然汇进来的钱 一定要记得超过十万 报三五二里 这样的税表一报 你就不会有事情了 可是国内现在 可能改变了 银行呢 一般一个人 可以汇出来五万块 但听说 中国的国内的政府呢 现在对汇出来的钱 严格的审核 不是随便一个人 可以五万块 所以中国的钱 要进来美国这边 可能要特别小心 那我想在四月十一号 这个时刻 更会提醒 你报税来不及延期 那所有的资料要收集 在美国来讲 怒进要随俗 你就不会有问题了 就会变成了一会儿 对不及开宽 我会变成了一会儿